我昨晚睡覺前就在床上祈禱背煮筒紋 我一合上眼祈禱背 塗了天上的褲子 之後我就看到景象很奇怪 外面不是我家 只是一個環境 還有有屋、有天 但那天就不是很光 但肯定不是晚上來的 我想都是看到有少少日頭 但不是很強勁的那些 之後不知道為什麼 中間看到好像旋風那些 好像龍捲風那些 它就慢慢由下面轉轉轉 轉上來 之後慢慢令到整個天 那天包圍黑了 然後我很害怕 我就想停 因為我背著煮筒紋 我站著肚子 之後我唯有背下去 之後又越背背 越看到那些環境 然後它就好像龍捲風那樣 然後發大 然後整個情境全部黑了 是很黑的 好像那些蜜汁那樣黑的 然後就蓋過整個環境 那我就已經背著整個雪肚紋了 但是那個心 不知道為什麼很害怕 那個感覺 因為我覺得很恐怖 很奇怪 因為我一合上眼就看到 但是那個心 都是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那我就祈禱叫神 給我有這個平靜 因為我覺得很不安樂的感覺 我覺得是好像 但是以來 見到末後那個景象 怕到腳都軟 很明白它的警方 真是親身感受 是真的很恐怖 我從來沒試過 我覺得是那種黑暗會來 黑暗的勢力 是啊 黑暗的 那個警方 就是那些黑暗的勢力 是呀 其實這個異象的特別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 是當你正在祈禱 而不是睡了覺 是黑暗眼祈禱 就看到這樣的情境 正常來說是不會 黑暗眼就看到 一件事發生的 除非這個是異象從神而來的 而你在祈禱的時候 因為你後來你寫 就覺得這個就是快到末期 我會覺得是很快 還有其實現在 都是有很多黑暗 很多勢力都在 我會覺得是 到時是會很厲害的 給我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 十年都未必 不知道有沒有 還生存到大家 所以我會覺得是很快 很難說 可能是一分鐘都會來到 所以我不敢說這些時間出來 是 你覺得好像十年之內 好像都會發生 我不知道 因為看那個情況 真是 不要想那麼多幾十年那麼久 根本 明天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主要幫我們基督徒預備好 當有些人聽到 這個世界很多災難 可能是世界末期的先兆 有些人馬上就會說 我們災前被提 災難一開始我們就會被提 就不用面對大災難 這個災前被提 很多人就以為是取字聖經 但如果你留心看 你看他們所有的教導 或者書 都是用一些間接的經文 不是直接說到被提的時間 是在大災難之前 譬如有些人用啟示錄三章十節 那裡說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這個經文只是說到 神會保守他們免去他們的試煉 並沒有說到會被提的 經文是沒有說到被提的 但是呢 在很多清楚經文是清楚說到 就是基督徒是要面對大災難的 以下我是用聖經五點來證明 基督徒被提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而災前或者災中被提都是違反聖經的 第一點就是 保羅和眾基督徒與主聚集 是在主降臨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在貼撒羅里加後書二章一節 至到第八節 那裡講到 第兄們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以及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那講到兩件事發生的 第一就是主耶穌基督降臨 然後呢 我們去到耶穌那裡聚集 那很明顯呢 很明顯呢 你就這樣看這個經文 沒有一些外家的觀念 因為很多人解釋聖經 就有一些外家的觀念 我們解釋聖經 應該是從聖經裡面找到答案 而這個經文呢 講到主耶穌基督降臨 以及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那即是說耶穌基督降臨 我們就聚集到他那裡 所以呢 次序是耶穌降臨 然後我們聚集 而保羅呢 在貼撒羅里加前書四章十六節 那裡講到他復活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同貼撒羅里加後書二章 講到他到主那裡聚集 是同一事件來的 即是說呢 他不會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然后又回到地上,然后后来又再次与主聚集 或者与主聚集了,又和他分开,然后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两个经文所说到的,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就是他聚集到主那里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时间应认 所以在《帖撒尔加后书》第二章一节讲到聚集,也是保罗被提的时候与主耶稣一齐 有些人就说主的日子已经来了,保罗就叫他们不要轻易动心,不要害怕 因为那个日子之前,也都是讲到主耶稣降临的日子 上面看到第一节就写于Parisir Parisir这个字在新语圣经讲到耶稣的时候都是讲到他回来的 主耶稣回来的,主耶稣降临的 所以一路讲的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以前 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就是很多人离开真道,反对真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显露出来 而这个沉淪之子是说明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 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了 就是说在主降临的日子以前,敌基督会出现 并且很多人离开真道,反对基督教 然后这个不法的人显露出来 第八节那里说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个降临亦都是用佩洛西亚,这个希腊文字 你上网找3952Greek, G-R-E-E-K,就是希腊文那样解的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字的意思了 而这里讲到就是说主耶稣降临就要用他的荣光废掉敌基督 那就是说主耶稣降临在第一节那里讲到 轮到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去他那里聚集呢 就是当主耶稣降临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敌基督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活跃的 在这个敌基督活跃的时期的末期的时候 耶稣降临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然后我们就和他一起聚集 这个经文是讲到基督徒和基督聚集 就是说我们被提去到耶稣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降临用荣光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之后 第二点就是 保罗和众基督徒复活被提 是在死被得胜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首先呢 我们要明白一些真理了 就是保罗复活改变形象被提 只会发生一次 即是说保罗不会复活了又死过又再复活过 他改变形象也是改变了 成为不那位成为不死的 就不会说改变了又变回到必死的 然后再变过所以只是一次 那被提也是一次 不会被提之后又下来又被提一次 而保罗复活改变形象被提是一连串的事件 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到 就是会复活又改变形象 然后呢 在贴索尼加前书四章就说到复活 然后被提 所以呢 三件事复活改变形象被提 是一连串发生的事来的 第二点呢 就是保罗不会又复活 然后又死又再复活的 所以只能复活一次 然后呢 我就看这些经文了 贴索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那里就说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乃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传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魂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讲到就是说 主会从天上降临 那又有呼叫的声音 天使长的声音 神的号吹响 又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 就会先复活了 以后我们 保罗是很特别的 几个经文都是讲到我们的 就是先我们 贴索尼加后书二章一节 也都讲到我们的 第一节那里讲到 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几个经文都是讲到我们 即是包括保罗在内 保罗会聚集到耶稣那里 而这个经文就是讲到 以后我们者活着还传留的人 即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即是说耶稣回来 然后基督徒就会复活 复活之后 就一起被提到云里 在那里和主一起 就会永远同在 就不会再分开了 而肥勒比书三章二十节就讲到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者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条讲到就是主耶稣由天上降临的时候 他就会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按着他的大能 将我们这个悲战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在肥勒比书三章二十节说到 耶稣回来 我们就会改变形状 成为好似耶稣的荣耀身体 将这个经文和 帖撒尼加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放在一起 当耶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 我们也会改变形状 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所以帖前四章十六十七节应验的时候 基督徒都会改变形状 然后将这个经文和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四节 放在一起的时候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说 毫同没次吹响的时候 因毫同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即是在毫同没次吹响的时候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 我们也要改变 然后五十四节 在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性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 这里说到 基督徒会复活成为不扭坏 我们的身体变成不扭坏的时候 变成不死的时候 经上所记 死被得性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 即是死亡就被得性吞灭 即是死亡不再存在 而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是会被杀的 所以 死被得性吞灭 即是再没有死亡 即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的时期 基督徒仍然会死亡的 而将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 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只能够改变形状一次 只会被提一次 而且是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那麽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 就说到复活和变成不扭坏 然后贴前四章十六节 就说到基督徒会复活 也都包括保罗在内 因为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所以这两个经文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是同时应验的 然后保罗和众基督徒就会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 即是说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应验的时候 都是保罗会复活 然后改变形状 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而保罗和基督徒复活和被提的时间 是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而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仍然会死 当基督徒不再死亡 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已经被吞吃了 已经再没有死亡 就是大灾难之后 所以基督徒复活被提 是在大灾难之后 这是第二个圣经的证明 第三个证明就是说 保罗和众基督徒被提 是在末次毫童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开始那里 耶稣有说到灾难一过去 然后三十节就说到 这个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 毫童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这里讲到 这个大灾难过去之后 万族都会哭了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由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会回来 在全世界的面前 耶稣会回来 然后耶稣会叉显使者用 号筒的大声 号筒在上面有写到的 selpiks 这个希列文字 大家找4536 Greek G-R-E-E-K 就是希列文 搜寻网上的时候 就会找到这个字的解释 就是号筒或者trumpet 就是说吹的号筒 或者是好像 现在广东话翻译做喇叭的意思 到底那些号筒 是跟我们的喇叭有多大分别呢 这个圣经是没有讲的 总之是有讲到这个号筒 就是说耶稣回来的时候 是会有号筒 而这个时候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而过来不多前书15章52节 就讲到一撒时 集眼之间 号筒没翅吹响的时候 然后死人要复活 这个时候保罗会复活 也都在上一节 我讲到他复活 就会改变形象 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保罗复活和被提的时候 就是号筒没翅吹响的时候 然后贴前四章十六字 也有讲到号筒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就是讲到主耶稣从天上降临 又有神的号吹响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会复活 保罗讲到他都有份 然后就被提了 在这个经文里面 讲到就是号筒没翅吹响的时候 就是保罗会复活 然后连贴前四章十六字 就是讲到接着就会被提了 因为我们上一节讲到 保罗复活 改变形状和被提 是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好了 既然保罗讲到这个号筒没翅吹响 即是说以后再没有号筒 这个是最后的号筒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 这三个经文所用号筒的字 都是selpicas 都是讲到号筒的 保罗是仕途 他当然是会熟悉 耶稣所讲的说话 所以他是会熟悉 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 那里讲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文 招聚一起 即是说 他熟悉这个号筒的字 而他在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都讲到神的号 在贴前四章十六节 虽然中文是用神的号 但原文都是一样 是selpicas 所以都应该是翻译为号筒 保罗在这两个经文都用号筒 他是熟悉耶稣所讲的号筒 他讲号筒的时候 应该是讲同一个号筒 而不是不同的号筒 如果他知道耶稣是有讲过这个号筒的时候 他没理由会提号筒是另一个号筒 有些人就以为 这个号筒不是同一个号筒 是另外一个号筒 但如果保罗 他知道耶稣是有讲过号筒 耶稣回来的时候讲了号筒 而保罗在临前十五章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都是讲到耶稣回来 又有这个号筒的时候 保罗一定是提及同一个号筒的 如果他是讲另一个号筒 他就会说 耶稣回来的时候 耶稣有一个号筒 我现在讲的是另一个号筒 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 没有理由耶稣回来 有两种号筒 应该是同一个号筒 所以这三段经文所讲的号筒 都是同一个号筒 而既然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所讲的是 号筒末次吹响 即是说 以后再没有号筒 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 所讲的号筒 不会辞过这个末次号筒 因为末次号筒 就是最后一次的了 不会再有另一次的号筒 所以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的号筒 都不会辞过它 而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的号筒 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保罗 復活 和被提 都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都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这是第三点 证明 被提在大灾难之后 好了 接着 第四点 就是说到 马太福音二十九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和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所说到的 两个人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是说到被提的 是突然发生的事 而这个经文所说的是大灾难之后 我们现在看看经文 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就说到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这个大灾难之后 三十九节就说到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传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在这个经文 耶稣是比较 罗亚的时候的洪水 和他的回来 他说 耶稣降临的时候 就好像罗亚的日子 那时不知不觉洪水就来到了 就将他们传都冲去 人子回来 巴洛斯尔也是用巴洛斯尔这个字 也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说 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耶稣回来的时候 也是大灾难之后 那时候呢 两个人在田里面 做着事 忽然间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取去这个字 在底下 我写了希腊文出来 就是Para Lambano 你查Greek G-R-E-E-K 3880 就会查到这个字 Para Lambano 是由两个字组成 一个是Lambano Lambano Lambano 就是接代 接代耶稣 就是这个接代 或者是接受 然后Para 的意思是在旁边 Para Lambano 就是接代 带到旁边 在马太二章十三节 天使就叫 若失 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 逃往埃及 是用Para Lambano 这个字的 将他带到身边 带他和马里亚 去到埃及 所以这个取去一个 意思就是 带到耶稣那里 带到耶稣那里 很明显就是说到 跟耶稣一起 而圣经说到 跟耶稣一起 就是被提 保罗在帖撒尼加 前书四章 那里说到 就是被提在 空中与主相遇 就是跟他一起 所以 娶去一个 就是娶去到耶稣那里 而 撇下一个 原文的意思 是真是扔了 不要 所以另一个 就是被弃绝的意思 好了 在马太二十四章 就说到 在田里面 和在这个女人 推磨的时候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都是一个很突然发生的事 就是田里面 在做着 忽然间 耶稣就将一个 拿到他身边 肯定是被提 然后 另外一个 就丢下 有人被提到耶稣那里 有人丢下 而在路加十七章 三十四到三十六 更加加上 两个人在床上 两个人在床上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然后就说到 两个女人推磨 然后两个人在田里面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都是说到 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尤其在床上 更加突然的动作 就是睡着 没有做着 忽然间 一声就被 拿到耶稣的旁边 所以这个 肯定是说到 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 马太二十四章 说到 人子降临都是这样的 在那个时候 那一阵间 其实这个经验是连续的 那一阵间 那阵的时候 耶稣回来的时候 两个人本来在田里面做工 一个就拿去耶稣那里的旁边 所以这个是被提 而 特别是 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 甚至说到床上 即是突然间在睡觉 都突然间有一个 就拿到耶稣那里 在田里面做工 又突然间拿去 两个女人推磨 亦都突然间拿去 那就是说 这个不是一个 讲到长期的 被耶稣接立 耶稣接立为神的儿女 那种的取去 而是 真是一个 突然的动作 在睡觉 那譬如 人家说人信耶稣 耶稣接立他 就不会说 你睡觉 忽然间 耶稣接立你 而这里讲到 就是被提 而这个被提的时间 在大灾难之后 在人子降临 就是大灾难之后 并不是大灾难之前 好了 第五点 从圣经证明 被提大灾难之后 就是在马太二十四章 和二十五章的时候 讲到 善伯和恶伯 在号同响的时候 同时见到主耶稣 在荣光中降临的 善伯没有预先被提去 善伯没有在灾前被提 那我们 由这个经文 就知道 看得到耶稣 回来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同时见到耶稣 回来 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那里讲到 灾难一过去 然后三十节 就讲到 人子的笑头显然 万族都要哀哭 然后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魂降临 耶稣回来 然后用号同的大声 将他的选文 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哪边 都招聚了来 然后罗亚日子 如何人子降临 都是这样的 将他们全部冲去 在那时候 两个人在田里面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就是讲到被提 然后跟着呢 在这里 就讲到 当时会发生的事 谁是有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 这个人忠心 他就有福了 但是这个恶仆 就怎么样呢 他就要重重处置他 定他和苟武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所以这里讲到 就是说 这个忠心的仆人和这个恶仆 是同时见到主耶稣回来 同时要交账的 这个忠心仆人就有福了 这个恶仆就要被处置 就要哀哭切齿了 然后呢 在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上面那里 马太二十四章 就说到耶稣回来 然后呢 二十五章就说到 人子在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中文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以这里所讲的 和上面所讲的 是一样的 耶稣在他的荣耀里面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上面的经文说到 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是同一个事件来的 那如果事件发生的时候 会怎样呢 耶稣回来的时候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有人聚集在他面前 那右边呢 就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他所预备的国 而左边呢 就是被咒座的人 离开耶稣 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 永火里去 所以呢 就讲到耶稣 在天上降临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万民就聚集了 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人聚集 信耶稣的意思 就是说信耶稣而跟从耶稣 只是口话信耶稣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的人呢 他们是不得救的 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死的 就是说那些真信耶稣 而生命有改变的人呢 他们就会被接纳 进入这个神为他预备的国 然后那些不信的呢 就会是进入为魔鬼 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所以这里就讲到呢 跟从耶稣 和不跟从耶稣的人呢 就会即时面对耶稣 基督徒并没有预先被提的 所以从以上五点呢 我们看得到 基督徒被提是很肯定 从不同的圣经的经文 证明在大灾难之后的 我再将这五点呢 简单地说出来 第一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 与主聚集 是在主降临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在大灾难之后 在帖撒尼加后书二中一节 主耶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而聚集 就是保罗只能够和主耶稣聚集一次 这个呢 就是经文所讲到 他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 就是当主耶稣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然后第二点 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 復活被提的时候 是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就是在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就是说到基督徒復活 而包括保罗在内 保罗就会復活 变成不恼坏 然后贴前四章十六节 就说到保罗会復活 然后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被提的时候 而被提的时候 就是好像临前十五章五十四节所说 死被得性吞灭 死亡被得性吞灭 再没有死亡 因为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仍然会被杀 第三点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 被提在末次号同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首先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 至五十四节 和帖撒雷加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都说到保罗和众圣徒復活 因为保罗只能够復活一次 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是同时应验的 而帖撒雷加前书四章 是说到保罗被提 而临前十五章是说到 耗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所以保罗被提是在耗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而马太二十四章那里说到的 耗筒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所以马太二十四章的耗筒是不会持过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末次耗筒 末次耗筒 即是最后一次以后再没有耗筒 而马太二十四章的耗筒 已经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的末次耗筒 亦都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保罗被提是在耗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保罗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后 第四个证据证明灾后被提 就是马太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和路加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讲到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是讲到被提突然发生在大灾难之后 因为在田里面做工忽然间拿去 而拿去的字是paralambano 是拿去他身边的意思 是接立去到他身边 是讲到被提突然发生的 而这件事发生呢 是圣经很清楚讲到大灾难之后 人子降临也是要这样 在那时候人子降临的时候 在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面做着 忽然间取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人推磨 一个取一个撇下一个 和在床上睡觉也有一个突然的动作 就取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这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是讲到被提突然发生的 在大灾难之后的 然后第五个要点呢 就是马太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 是讲到善仆和恶仆 在号筒响的时候 同时见到耶稣在荣耀中降临的 基督徒并没有预先被提 即是说呢 基督徒被提在大灾难之后 在马太二十四章就讲到灾难之后 耶稣降临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对他 那些世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忠心的仆仆和恶仆 是同时见到耶稣回来 忠心的仆仆并没有预先被提的 马太二十五章也说到 人子在他荣耀中降临的时候 就将万民聚集 在右边的 就会进入为他们预备的天国 而左边的 就会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 永火里面的 以上的经文我们知道 基督徒被提在耶稣降临 在这个大灾难之后的时候 并不是大灾难之前的 有些人就说 那不就很惨了 大灾难 我们要面对大灾难很惨的 很恐怖的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知道 神是掌管一切的 正经讲到大灾难的时候 讲到七人是羔羊开始的 七号、七雷、七腕 都是天使开始的 那就是说 其实大灾难是神开始 并不是魔鬼开始的 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 在启示读十七章十七节 那里讲到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吸那仇 直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 那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 甚至那些诸王同心合意 将他们的国给那个兽 都是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会将他们的权并给这个兽 和羔羊争战 那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呢 在人看上来好像很难明白 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在大灾难的时候是神掌权的 我们看到两个见证人 在启示读十一章 那里讲到两个见证人 传道 他们三年半的时间 和敌基督的时间一样 三年半的时间 他们都是能够胜过受敌的 并且后来他们虽然被杀 但又复活 教人升天 就被我们看到 在大灾难的时候 神依然掌权 启示识十四章 就说到三个天使 在空中向各国的人 传福音和传警告的讯息 第三个天使就说 哪个人拜兽受印记 他们的份就在流黄的火湖 这个时候也是神掌权的时候 还有第五号的时候 启示识九章四章 就要伤害额上 没有神印记的人 而两个见证人 是会攻击神的敌人的 第一碗的时候 启示识十六章二节 就会有恶毒的仓 生在有受印记 拜兽杖的人身上 第五碗 启示识十六章十节 是讲到兽的国 黑暗了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 原来在大灾难的时候 神是掌权 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神要有大灾难呢 这个圣经没有讲的 这个是我自己推想 圣经有讲的 我们就说圣经是证明这些 譬如我是很清楚用圣经证明灾后被看 但是 关于为什么有大灾难呢 圣经是没有清楚讲 那我就觉得 原因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在现代的时候 基督徒是可以倚靠他们的钱 倚靠他们的财干 可以倚靠人 但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只能够倚靠神 不能够倚靠钱 就算有钱都不能够买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呢 基督徒只能够多亲近神 完全倚靠神 没有食物怎么算呢 只能够祈祷亲近神 所以我觉得呢 在大灾难的时候呢 是会有大复兴的 基督徒的生命会很大大的复兴 被神更新改变 在这个时候呢 神会使用他的生命 作美好的见证 神也都会保守他们的生命 让有一部分的基督徒 能够安全地 将福音传去天下 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的 因为他们圣的魔鬼 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所以呢 在大灾难的时期 基督徒依然是得胜的 虽然是会被追杀 但是神是会保守 那圣经也都讲到呢 我们受逼迫的时候 不用想着说什么 因为圣灵到时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那既然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呢 圣灵都会指教基督徒 怎样可以逃难 怎样可以有食物 或者不需要靠食物 就是祈祷可以保存生命 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只能够倚靠神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神就能够做很大的工作 神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 也都更新基督徒 而且在这个时候 福音要传遍普天下 传到很多地方 当然了 福音应该在大灾难之前 传到很多地方 但是在大灾难的时期 神也都会使用基督徒 能够他们圣过魔鬼 就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因为在那个时候 基督徒是会非常之勇敢 神会带领他们去哪里 传福音 带领他们如何给神使用 给神去保守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惧怕大灾难的 反而我们说 我们要学习倚靠神 亲近神 从神得力 怎样靠着耶稣随时祷告得力 随时祷告可以经历神的平安、兴散、喜乐、爱和能力 可以有动力 从神而来的 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祈祷的时候 只是将一个清单交给神 这样的祈祷未必得到很大力量 圣经讲到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 就是说整个心灵 整个思想、意志、感情 和整个灵 去爱慕神 感激神 赞美神 欢喜神 以神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理所求的赐给我们 神就常与我们同在 即是说一个亲近神的祈祷 基督徒是可以得力 基督徒得力 就可以为神作美好的见证 求神帮助我们 不需要惧怕大灾难 反而我们预备好 耶稣快要回来 我们基督徒需要预备好 需要靠着耶稣得力 从神有力量 让我们为主耶稣作美好见证 并且不需要惧怕魔鬼 不需要惧怕 患难 不需要惧怕痛苦 因为神必保守 跟从祂的人 爱祂的人 神会保守 即使被杀 神都会赐我们力量 赐我们平安 求主帮助我们 用一个勇敢的心 面对大灾难 亦都在这个时候 事事 祷告亲近神 从神得力 让我们能够面对 前面的任何的 迫伯和灾难 让我们能够 在任何灾难的时候 都能够暂立得稳 从神得力 求主保守我们 求主保守我们 不需要惧怕这个大灾难 能够随时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保守我们 在时候我会带大家 有一个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灾难 实在是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天气的改变 非常之热 很大的洪水 有些人说百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呢 每年都一遇的 并且一年多遇的 这些洪水 很大的灾难 还有很多的热浪 很多的灾难 饥荒 瘍 瘟疫发生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实在的时间 不会长久的 我们很难想象 十年之后 这个天气会变得如何 热成如何 二十年之后又会如何 三十年之后又会热成如何 就会应验圣经所说 到时会热死人的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多了 还有我们看到 不同的国家 都可以随时发生战争 而圣经说到第二印的时候 是说到 从地上奪去太平 再没有太平 就是说有一日 这个世界上会有 大大的战争 有世界大战 世界上再没有太平的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得胜 从神得力 是至亲近神 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平安 叫我们靠着耶稣得胜 有神的力量 为主耶稣作美好的见证 不要惧怕 不要只顾着 如何保存我们的钱财 保存我们的生命 因为有一日 这些一切都会过去 但我们靠着耶稣 亲近耶稣 遵从耶稣的时候 神就祝福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从神得力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加力给我们 预备好 迎见耶稣回来 感谢天父祈祈祷 奉主耶稣圣名 阿门 我的邀请所有 你相信灾前被提 或者灾中被提的人 你试试查考这些圣经 你都去找一下灾前 灾中被提的证据 让你找一下 其实他们是没有 直接圣经的证据的 不是用一个先入为主的意见 在圣经里面 我们从圣经找出答案的 然后祝福你 我可以乐意和你们沟通 你如果想沟通这方面 你可以直接联络我的 在香港的电话和WhatsApp 地区字头是 85294088617 地区字头是 85294088617 祝福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